特朗普一个从小在街头磨砺出来的硬汉 他深信想做事就要无所畏惧 想说话就要直言不讳 胜负才是唯一的标准 如今他摇身意变成为 马哈顿房地产界的大佬 财富如山 特朗普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力量 在美国名气就是一切 You're fired 如果今晚特朗普在这里 愿对众人的嘲笑 他一定会做出一番惊人之躯 或许能撼动白宫 他曾放言 我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战争打响 这是一场硬仗 但他势在必得 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下一个惊喜又会是什么 二年来关于特朗普竞选总统的视频 不计其数 每次都能让人大跌眼镜 让我们来揭开特朗普背后的故事 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 蜕变为备受瞩目的政治人物的呢 这要从他的父亲说起 特朗普出生于 有约的布朗克斯区 他的父母弗雷德里克 和伊丽莎白斯来自德国的移民 高中毕业后 他进入了一家木工店当一名学徒 这份工作让他乐在其中 但他心中一直有个更大的梦想 成为一名老板 21岁那年 弗雷德决定放手一婆 创办了一家公司 并用母亲的名字命名 大萧条时期 经济形势严峻 但弗雷德并没有被吓到 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危机关头 一个绝佳的商机 摆在了弗雷德面前 他敏锐地抓住了机会 建造了纽约市第一家 现代化的自主超市 超市开业后生意兴蒙 弗雷德果断地将他出售 赚了一大笔钱 有了这笔资金 弗雷德和他的商业伙伴 又做了一笔聪明的投资 他们以极低的价格 收购了一家陷入困境的 房地产公司的子公司 这家子公司 让他们轻而易举地 拿下一大批 即将被银行收回的房产 然后高价转手 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 不久特朗普父子成为了纽约 房地产界的一方八主 特朗普和他的兄弟姐妹 从小就过着富裕的生活 他们住在一栋拥有23个房间的 大房子里 每天都有端车接送上药学 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然而弗雷德的教育方式 却极其严苛 他从小就灌输给特朗普一个理念 努力工作绝不软弱 要像在冷血杀手一样 在父亲的影响下 唐纳德从小就养成了一种 霸道的性格 他经常欺负同学 甚至连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不放股 有一天唐纳德在课堂上 淘气曹老师 用没一块橡皮擦 弗雷德博人大怒 立刻做出了决定 把唐纳德送进纽约州北部 一所军事化的技术学校 见所学校竞争激烈 环境严苛 但出乎意料的是 特朗普在这里竟然混得还不错 他不仅在多项体育运动中表现出色 还成为了高三的队长 在学校的年鉴上 他甚至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男生 多年后 特朗普回想起那段技术学校的时光 他认为这是这段经历 教会了他成功所需的纪律 他也意识到 仅仅有纪律是不够的 于是他在大学读了两年后 便转学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 之后特朗普加入了 父亲的公司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轻松 期间父子俩 挽救了几个 避免失败的房地产项目 这给年轻的特朗普 上了宝贵的一课 即使出身优渥 成功也需要付出努力 经过三年的磨练 特朗普终于坐上了 公司总裁的位置 正式接过了父亲的一婆 俗话说 新冠上任三把火 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造 老旧的特朗普父子 这个名字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为了打造一个充满活力 现代化的企业形象 特朗普决定给公司 换得响亮的名字 特朗普组织 这是特朗普从接班到 独立创业的第一步 特朗普搬进了上东区的豪华公寓 开始频繁出入 曼哈顿那些高档的夜总会 身边总是环绕着 一位为美艳动人的女伴 在外人看来 他似乎过着只醉金迷的生活 实际像特朗普有得更甚远的打算 他正在精心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为日后的商业帝国打下基础 就在这十一的绝佳的机会来了 纽约时报对他进行了报道 作为纽约的精英阶层 最关注的媒体 纽约时报的认可 无疑会为他打开一扇 通往更刀社会圈子的大门 虽然当时的特朗普 还远利有达到他的最终目标 但他已经嗅到了成功的味道 20世纪70年代 特朗普对纽约时报的官图会认可 充满了渴望 他深知要想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 有所作为 必须先获得主流媒体的支持 纽约时报第一次报道 特朗普史标题就直指要喊 有约是最大的房东之一 被指控种族歧视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 司法部对特朗普及其父亲 提起的诉讼 指控他们的特朗普集团 在出租房屋时 歧视非裔美国人 对于一个深谙媒体运作之道的人来说 这样的负面报道 无疑是一场公关危机 特朗普的许多律师都劝他 尽快和解 平息这场风阔 然而一向固执的特朗普却拒绝妥协 他认为所有宣传 无论好坏都能为他带来关注 20世纪70年代初 在一个曼哈顿的时尚夜总会里 特朗普偶然结识了知名律师 罗伊康 当时特朗普正为官司交头烂额 他向康抱怨说 找不到一个愿意接手这桩 棘手安剑的铃士 对的都认为他不可能赢得官司 康主动提出愿意为他辩护 不仅如此 康还反诉了司法部 索赔高达1亿美元 虽然最终的判决结果并不理想 但康巧妙的法律策略 成功帮布特朗普集团 摆脱了困境 并且没有承认任何不当行为 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是一次惊险刺激的法律战 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从此他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 永远不要轻易承认错误 罗伊康陪伴了特朗普 15年的法律生涯 两人关系亲密 在一张旧照片中 特朗普老者罗伊笑得和不拢嘴 并自豪地称其为我最好的朋友 特朗普的目光早已超越了眼前的官司 他开始瞄准更宏大的目标 当时已经破产的 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 留下了三块宝贵的房地产资产 纽约西区的科莫多酒店和 两个大型的铁路战场 这些资产在曼哈顿 堪称是最大的未开发地块 特朗普意识到 如果能成功拿下这些地块 他将有机会一跃成为地产大 很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甚至向自己的父亲 展示了这些资产的巨大潜力 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 特朗普知道 只要他打好这手牌 就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特朗普直接找到 开发机构的负责人 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强烈兴趣 之后他召开了一场 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开发愿景 凭借父亲在政界的人脉 特朗普成功争取到了 与市长会面的机会 经过数周的游说 他终于获得了 这片宝贵土地的开发权 特朗普将曾经破败的 科莫多酒店 改造成为一座豪华的 郡月酒店 如今郡月酒店 已经成为了 全美最成功的酒店之一 面对外界的质疑 特朗普谈言 仅仅获得开发权是不够的 他必须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自己 他表示 虽然父亲的资源 为他提供了很多便利 但最终的成功 还是取决于 个人的努力和智慧 然而特朗普的野心 远不止于此 他想要成为 纽约真正的房地产之王 打造一个属于 自己的地产帝国 仅仅开发一座酒店 并不能满足他的雄性壮志 他决定在这块地上建造 二万套公寓 这个数字 甚至超过了 他父亲一生的成就 特朗普的红尾蓝图 包括从第72街 一直延伸到 第59街的庞大建筑群 其中还包括 豪华游艇码头 大型购物中心 和各式各样的餐厅 打造一个集居住 购物 纠闲与一体的综合体 不过这个雄心婆婆的计划 却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 如此大规模的台发项目 并不符合社区的特色 会对当地的生活环境 造成严重影响 当地居民凭借其长大的政治影响力 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激烈的体制 面对居民的反对 特朗普感到非常愤怒 但他也无可奈何 特朗普明白 一味强硬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缺乏灵活的外交手腕 无法应对复杂的局势 当1979年 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摆在他面前时 由于种种原因 他最终功亏一篑 这次他职业圣利亚 迄今为止最大的挫折 让他备受打击 而他并没因此一蹶不振 特朗普坚信失败只是暂时的 他一定会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生活中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女性 伊万娜 马里泽里克娃 这位金发碧眼 身材高挑的美女 有着异国风情和传奇的经历 哈城市竞技滑雪运动员和童心 为了逃离东欧 嫁给了一位奥地利朋友 离婚后 他移居加拿大 并在那里邂逅了特朗普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于1977年4月9日 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一座 庄严的教堂里 大约九个月后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 小唐纳德 姑姑坠地 第五大道对特朗普 有着特殊的意义 除了是他们举行婚礼的圣地 特朗普还梦想地在这里 建造一座摩天大楼 将特朗普集团的总部 设于此 在他心中 第五大道是纽约的象征 是一座塔楼的最佳地址 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他心仪的那块地皮上 却坐落着一座豪华百货公司 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他不断给百货公司的母公司打电话 询问是否有意出售这块地 起初对方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特朗普的坚持 让他们刮目伤看 几年后 母公司的新任董事长 为了偿还债务 决定出售这块地 特朗普如愿以偿 终于拿下了这块暴地 但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还要面对 邓严峻的挑战 说服市政委员会 批准他的建设计划 好巧不巧的是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正是当年 反对他在铁路战场项目上的人 特朗普知道 如果继续使用老一套的强硬手段 只会再次碰壁 这一次他决定改变策略 他找来了几位知名建筑师 为他的项目设计了令人惊艳的方案 虽然这些设计方案 赢得了部分委员的认可 但仍有不少人是怀疑太多 克朗普大厦的落成 刁丝特朗普从父亲弗雷德的阴影下走出 独立闯出了一片天地 这座摩天大楼的建成 无疑问纽约的天际线 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才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婚姻图建筑 他的落成也标志着特朗普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开启了一个辉煌的80年代 与此同时世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伯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 苹果公司推出了Macintosh电脑 Taco可乐推出了新配方 这些事件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而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年代 也伴随着悲剧的发生 约翰·列农这位备受尊敬的音乐人 被枪杀身亡 此外英国推倒了柏林墙 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 似乎就是为特朗普亮神打造的 每个时代崇尚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 贪婪是好事的口号不进而走 里根的当选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一个商人也能成为一国之总统 在这个背景下 特朗普从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迅速崛起 成为横跨金融和娱乐界的风云人物 澄清那些嘲笑他的媒体 不得顾纷纷报道他的成功 澄清赚点流量 特朗普频繁登上脱口秀节目 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敢于表达的个性 迅速俘获了关注的心 开设赌场 更让他平添了一份神秘而奢华的色彩 成为了无数美国人心中的偶像 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楼大厦 再加上一位美丽的欧洲妻子 特朗普的形象完美地诠释了 80年代美国梦的机制 有时特朗普走在街上 人们会出于某种迷信 想要触摸他 仿佛这样就能沾染上他的好运 这听起来有些荒诞 但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尽管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和地位 特朗普却一直对西区铁路战场 念念不忘 五年前 贵于种种压力 特朗普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项目 揭手这个烫手生育的是他父亲的老朋友 阿贝赫菲尔德 虽然重建计划得到了批准 但贺菲尔德却迟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一方面他为了获得政府的批准 做出了过多的让步 导致项目成本居高而不像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幕后暗中使坏 最终贺菲尔德不得不放弃这个项目 特朗普终于买下了那块地皮的开发权 这对他来说 不仅仅是一项商业投资 更是摆脱父亲阴影 重新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 1985年感恩节前夕 特朗普高调宣布了 他带了宏伟计划 将这片土地改造成一个巨型综合体 容纳近8000道公寓 和占地约600个足球场的 电视电影工作者 他将这个项目命名为电视城地 希望能够吸引NBC 等大型媒体公司入住 特朗普之所以如此看重NBC 是因为他深知这家老牌媒体 对纽约市的异议 NBC留在纽约 意味着数千个就业岗位 和数亿美元的税收 更重要的是NBC代表的 纽约的文化软实力 是这座城市的形象代言人 然而特朗普的计划 再次遭到了当地社区的抵制 但他很快意识到 真正的阻力并非来自普通居民 而是来自许任市长 艾德特奇 尽管两人在表面上追求的 一标一致 都希望纽约成为世界一流城市 但两人的理念和方式却大相径庭 他们都渴望成为纽约 这座城市的主角 但实现方式却南辕北辙 柯奇这位自诩为理性 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市长 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 深恶痛绝 而特朗普不断向州政府 施压要求减税 同时又将这座城市 打造成了超级富豪的乐园 柯奇鄙视这种做法 认为他有损城市的多元化 不过暗地里还是真相定律 他却越来越依赖特朗普 以及其他富豪 专发商带来的巨额税收 特朗普则对任何阻碍他的人 毫不客气 他希望纽约市能换一位 更能理解他商业理念的市长 特朗普人叫着说道 我和他为特朗普打扫的 税秀问题已经纠缠了太久 现在电视城项目 又成了新的战场 特朗普再次尝到了失败的苦骨 面对柯奇和社区活动家的联合抵制 他那雄心博国的电视城项目 彻底破灭 决入战场选址的进展 也一再受挫 让他感到无比沮丧 特朗普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 他另辟蹊径 从人家破产的航空公司 购入了一批飞机 创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 特朗普班车 令人意外的是 特朗普班车深受民主欢迎 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出行时的首选 与此同时 特朗普还在大西洋城的赌场 投入了巨额资金 不但扩大其规模 而特朗普最具影响力的举动 或许是他出版的交易的艺术一书 这本书详细讲述了 他的人生经历 商业策略 并迅速成为畅销书 他的成功不仅为他个人 带来了巨大的名声 也为他未来的政治生涯 铺平了道路 书中他曾提出一个 不具争议性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失去了财富 明天你会怎么做 也许我会竞选总统 这个看似随意的假设 竟与他日后竞选总统的决定 不模而合 也或许他原本的目标就是如此 可能我会选为总统 特朗普一直对美国经济的现状感到忧虑 他认为美国正在被其他国家系统性地过去 特朗普显然不仅仅满足于在电视上发表凳子观点 他更进一步 赤字记十万美元刊登了整版广告会美国的外交政策 进行了尖锐批评 我认为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他对软弱的恐惧以及马哈顿房地产市场的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 在他看来国家软弱会导致战争 同样在房地产市场上 他深信只有通过强硬的手段才能取得胜利 在他的世界里不存在永久的盟友 也没有双赢的局面 一切都是暂时的交易 交易的艺术艺书的成功 以及公众对他在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的积极回应 让特朗普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人们开始主动寻求他的观点 甚至连那些与他业务无关的问题 公众也希望他能发表看法 特朗普乐于兼职做政治评论员 但现实很快将他拉回了商气 两名福布斯记者意外获得了一份 特朗普提交给新泽西州赌场管理委员会的 财务披露声明 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特朗普的财务状况远 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稳固 他实际上正处于破产的边缘 特朗普竭尽所能试图阻止 这个爆炸性新闻的曝光 但最终这篇文章还是在最后一刻复印了 只做了一些微小的修改 文章披露特朗普的净资产 曾一度飙升至五亿美元 但如今已缩水殆尽 对于一直以来塑造的富豪形象 特朗普的这一丑文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在媒体的紧盯下 他精心营造的成功人士人设 瞬间崩塌 对于一个试图将富豪 作为特任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来说 这无疑是毁灭性的 毕竟谁会愿意将自己脆弱的一面 暴露在数百万人的面前呢 特朗普的这句名言 或许是他职业生涯 最具讽刺意为的一幕 特朗普的财务危机 标志着他巅峰时期的彻底终结 也预示着他将迎来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 是他事业的黄金时代 那么90年代就是他帝国的崩塌 究其原因 极有伟观层面 也有宏观层面 在伟观层面 特朗普的投资策略过于积极 他过度依赖个人品牌的影响力 而忽略了风格控制 再强大的个人品牌 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一旦失去光环 其价值也会大幅缩水 在宏观层面 整个90年代的经济环境 发生了剧烈变化 许多企业都未能幸免云南 特朗普的困境 只是其中一个缩矣 当特朗普踏入商界时 有约正深陷一场 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危机之中 他敏锐地抓出了 历史性的低房价机遇 在政府急需财政收入的背景下 低价勾入了大量风产 随着经济的复苏 特朗普的资产迅速升值 他进入赌场行业 也颇具前瞻性 新泽西州刚刚解禁赌场不久 特朗普便敏锐地嗅到了商机 迅速布局 他的大部分赌场收购 都依赖于高额债务 只要经济持续向好 这种高杠杆的经营模式 就能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 然而好景不长 20世纪90年代出 美国经济现有衰退 特朗普的商业帝国 主要依赖于高消费人群的支出 当经济放缓 消费者的钱包开始缩水时 特朗普的现金流也随之断裂 为了维持庞大的商业帝国 特朗普不得不背负了超过 3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才勉强维持公司的利益 为了偿还债务 他不得不忍痛出售了自己的 豪华游艇、航空公司 春泽连曾经引以为傲的 君悦酒店平台的一部分 也没破出售 更令人唏嘘的是 他的三家赌场也宣布破产 甚至一度 他不得不靠领取津贴过活 此时特朗普的个人生活 同样跌落谷底 他与引连马拉梅普尔斯的婚外情 被媒体大肆报道 这段丑闻不仅破坏了他的婚姻 也严重锁判了他的公众形象 他的妻子伊万娜在离婚时 获得了巨额财产 包括一处豪华的 康野迪格州豪宅 而位于纽约特朗普广场的一套公寓 特朗普的垮台 引发了公众对他的质疑 那些一直批评他的人抓住机会 将他描绘成一个虚伪的商人 他们指出特朗普所谓的白手起家 只不过是一个精心包装的谎言 实际上他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离不开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 父亲的巨额资助 以及各种特权 特朗普的成功之路 其实是一条高风险的告回报之路 他之所以敢于做出如此大胆的投资 这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安全网 这是这些高风险到曝光度的项目 才造就了特朗普的传奇色彩 然而当西区铁路站项目宣告失败时 特朗普的帝国似乎摇摇欲震 长期以来他一直梦想着 将这片76英亩的土地 打造成自己的王牌项目 但最终就功亏一块 就在特朗普陷入困境之际 他发现长期以来 一直反对他的社区活动家们 却从他的失败中汲取了力量 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开发计划 为了摆脱困境 特朗普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提议 将开发权转让给了一个来自香港的财团 这一决定不仅让他避免了个人破产的窘境 也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同情和谅解 从一个备受争议的商界巨头 到一个愿意倾听民意的企业家 特朗普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标志着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也是一次颇具戏剧性的付出 这场风波彻底改变了特朗普的人生轨迹 婚姻的破裂和失业的滑铁炉 让他从有约地产大亨的宝座上滴落圣坛 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必须重新定义自己 付出成为了特朗普心里的重要一环 这个词语不仅仅代表着重返巅峰 更是一种自我救赎 通过付出 他向世界宣告即使曾经跌入谷底 他依然拥有重新崛起的勇气和决心 然而特朗普的付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事实证明他所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中要严峻 但特朗普坚信只要坚持不屑 终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 特朗普的这次交易堪称审埋之笔 他将西区铁路厂站的开发权 出售给纽约证券交易所 同时将特朗普广场赌场成功上市 不仅缓解了眼前的资金压力 还成功收复了银行放弃追债 这一系列操作显示出特朗普 过人的胆识和商业知觉 五年内特朗普的净资产 从-9亿美元 一月升至-7亿美元 实现了惊人的逆转 然而特朗普并不满足于仅仅用数字说话 他通过一系列高调的举动向美国宣布回来 他收购了环球小姐和美国妙龄小姐选美大赛 并赤字资买下位于霍尔吉尔40号的70层板工大楼 将其更命为特朗普大厦 此外他还出版了回归的艺术艺术 向外界展示了他重生的决心 他劳气着那些在困境中抛弃他的人 将他们的名字深深地刻在心里 Mr.Trump here wrote The Art of the Deal 然后他写了一个新的最新的《The Art of the Comeback》 两本 他向所有人宣购回来 供过创造商业机会 积极争取媒体报道 他营造出一种 势不可挡的复苏势头 这两本书的出版 不仅让他赚得盆满过满 更重要的是 让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励志偶像 人们喜欢探东三再起的故事 而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特朗普深知这个道理 并将其视为宝贵的财富 他曾说 我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但最大的惊喜还在后头 现在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商机 一个可以再次创造奇迹的故事 埃朗普开始与政治顾问罗杰斯通合作 委托进行了一系列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表示不会投票给他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调查数据中也蕴藏着商机 高达83%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有所了解 其中17%保持中立 人们喜欢特朗普的故事 他们将他设为美国梦的典型代表 一个成功的商人 然而人们对特朗普的评价也存在两极分化 一些人钦佩他的成就 认为他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 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过于自负 甚至有些傲慢 这有意思是民调结果显示 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是自由派 而认为他是保守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 这似乎有些矛盾 一直以来特朗普的政治立场都扑朔迷离 这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作为一位富豪 按理说他应该更倾向于共和党 然而他花花绿绿的社交生活 频繁出入的派对 以及各种小包八卦 又让他更像是一位宁朱党人 这种身份上的模糊性 也正是特朗普个人魅力的一部分 这些民调结果更坚定了特朗普的信心 他开始相信 只要他下定决心成为总统 并非遥不可及 他们说像总统这样的工作 需要很大的自尊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